HELLO 今天是大學生必學的30個python技巧中的第二天 也就是要教的第二個技巧 上個影片是介紹寫程式的環境 那今天就要正式進入寫程式這個環節囉 最基本的就是要認識數字或是字串這種變數的資料型態 第一個要認識的就是整數 整數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很常見的沒有小數點的數都叫做整數 第二個介紹的是伏點數 伏點數其實也很好辨認 就是有小數點的都叫做伏點數 再來就是字串 那字串要怎麼辨認呢 其實又更簡單了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字串的話 就用單引號或是雙引號刮注 這樣子程式就會知道它是一個字串 還有一個稍微特別一點的就是不靈值 不靈值只有兩種結果 一種是true另外一種就是false 那我們現在就試著來建立變數吧 那Python要建立變數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它不像其他程式一樣 在建立的時候要宣告它的資料形態 Python內部就會自動幫你辨別了 那我們現在先試著建立一個整數 給它13 這樣子一個變數就建立好囉 然後它的資料形態是整數嘛 因為它外面並沒有單引號或是雙引號 那也沒有小數點 也不是true或false 所以它就是一個整數 那我建立一個伏點數 我就加了一個點0 它就從整數變成伏點數了 所以只要看到有小數點 就算是點0 一樣它也會是伏點數 再來第三個是自串 那它的外面我就用單引號刮住 所以Python就會知道它是一個自串 再來就是不靈值 它只有兩種結果嘛 一種是true一種是false 那要記得的是 不管是true或false 它第一個字母都一定要是大寫喔 如果不是大寫 它就不是不靈值了 那這邊再介紹一下 伏點數還有一個不同的寫法 就是如果它的數字很多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1來代替 這個英文字母的1 像是我寫這樣子 你還不要猜猜看 它代表的是什麼呢 那我來公佈答案囉 把它輸出 就可以看到的是1 然後後面10個0 再加上點0 所以這樣應該都很清楚了吧 它的資料型態是一個伏點數 因為它最後有一個點0 只要看到小數點 它的資料型態就是伏點數 那如果你不相信我講的話 我可以證明給你看 要怎麼確認它的資料型態呢 我就打上type 然後括號 這樣子就可以確認它裡面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這樣子輸出 它就是float 也就是伏點數嘛 這是伏點數的英文 所以1,1,10 就會是一個伏點數 那之後我們還會加到四折運算 但是必須是相同的資料型態才可以進行運算 那兩個不一樣的型態要怎麼互相轉換呢 那我現在建立一個整數 前面加上float 它就可以變成伏點數 它做錯的結果就會變成10.0 所以說如果整數要變成伏點數 它之後就會幫你加一個點0 就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我要是伏點數變成整數呢 前面改成int就可以了 那它的結果就是10 它會把後面的小數位數刪掉 所以說如果是9 就算是10.9喔 它的結果一樣是10 代表python裡面是用到無條件的手續法 並不是四捨五入喔 不論後面是點1點2點3 還是點7點8點9 最後出來的結果都是直接被刪掉的 它只會保留整數的部分 那要把它轉換成字串也是一樣的 前面就改成str 你可以看到它外面加了這個單引號 所以它就變成是一個字串 那要變成布林子就稍微有點不一樣了 我們先看看它的介紹 用這個方法一樣 括號裡面就放一個參數而已嘛 那多半的情況它都會回傳處 但是如果你在括號裡面直接打上false 或是你打上一個空序列 像是空字串、空串列這種 反正裡面是空的 或是你括號裡面寫上0 或是0.0 只要它們的結果都是0嘛 這三種情況下 它回傳了就會是false 那現在就來試驗看看這三種情況吧 我現在把它改成布林子 接著剛剛第一種情況是false 那要注意f要大寫喔 那它的結果當然就是false 再來第二個是一個空序列 像是我打一個空字串 這是一個空字串喔 結果也會是false 但是如果我把它改成1好了 字串1 它的結果就會變成true了 剛剛第三種是打0嘛 好會是false 就算是0.0 一樣是false 那其他數字就可以了 像是我給它1 它的結果就會是true 所以基本上它的結果都會是true的 那再來講一下除法好了 通常在運算的時候 如果是整數除上浮點數 或者是浮點數除上整數 那這樣子整數都會被自動轉換成浮點數嘛 因為要相同資料型態才可以一起運算 那如果是兩個整數互除呢 先建立兩個整數 就算是兩個整數互除喔 它的結果一樣會是浮點數的 像是你看到這裡是點0嘛 所以它是一個浮點數 那如果改成成呢 它就一樣還會是整數 那我把這個x改成一個字串好了 叫做high 然後一樣是輸出x乘y 就會是high乘上2嘛 那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它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那我要公佈答案囉 它就會顯示high乘2 就兩次 所以是highhigh這樣子 這個就是蠻特別的 就是如果是數字乘數字的話 就很正常嘛 出來會是一個數字 但是如果你是字串乘上數字 那就是這個字串會被輸出幾次 那當然也可以是不靈值喔 不靈值也是可以進行數值運算的 像是我來個false 一樣f要大寫 這個不要忘記 那我直接公佈它的答案好了 它這個結果會是0 因為如果不靈值在做數值運算的時候 觸會是1 false會是0 所以它現在就會是0乘上2 那當然結果就會是0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這個基本功的內容 想要檢測你有沒有學會 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做題目 那現在就來做個幾題 檢測你到底有沒有學會吧 第一題它要你觀察下面這三段程式碼 然後選出正確的答案 那我現在給你們3秒的時間思考一下答案 想到了嗎 我要來公佈答案囉 第一題它問的是A的資料形態 那A是兩個整數的相除 剛剛也有舉到這個例子 兩個整數相除的話 它的結果會是伏點數 所以第一題就是B 那它變成是一個自傳乘上一個整數 不要看那個自傳裡面寫13喔 它外面有用單引號刮住 所以它是一個自傳 並不是一個數值 那自傳乘上整數的話 它就是乘多少 它就顯示幾次 所以B的資料形態會是一個自傳 第三個小題 是兩個伏點數相加 既然是伏點數加伏點數 它最後的資料形態 當然就會是伏點數啦 所以這三題的答案是B珠B 再來我們就要進到下一個練習題 它要我們把左邊的資料形態 還有右邊的數據類型去做配對 那給你們3秒鐘的時間 來想想看這4題的答案分別是什麼呢 我要公佈解答囉 如果你還沒想到 記得要先按暫停 第一題它的括號裡面就是true 然後t又有大寫 所以很明顯的 它是一個不靈值 再來第二題 哇更明顯 它沒有小數點嘛 所以它就是一個整數 再來第三個 就要小心點囉 雖然它寫的是false f也有大寫 但是它外面有一個雙引號 所以它是一個自傳 不要傻傻的被騙喔 它並不是一個不靈值 那麼第四題 這個正1 1 10 剛也有舉例嘛 它是1 然後後面10個0 再來點0 它是一個浮點數 不要以為這樣就結束囉 接下來還有好幾題呢 繼續看下去吧 它要我們判別這三個的資料形態 一樣給你3秒鐘的時間來想想看 想到了嗎 這題的答案就是 豬 因為它第一個變數有一個點0 所以它是浮點數 那第二個 看到它的t是大寫 所以就可以知道它是不靈值 再來第三個變數 它有一個雙引號 所以它是自傳 非常的簡單 再來看看第四題 一樣也是判別它的資料形態 然後它問的是哪一個結果是false 一樣是3秒鐘 那它的結果是b 因為剛剛也有說嘛 不靈值的話 多半都是回傳處 那只有在關號裡面就寫下false 或是空序列 也就是空置串啊空串列這種 剩下一種情況就是寫0 這幾種狀況都有可能是false 那可以看到b 它就是一個空置串 所以它的結果會是false 那有些人如果回答錯了 你可能是選到豬吧 雖然豬裡面寫是false沒有錯 但是可以看到它外面有單引號 所以它就不是不靈值那個false 它是自傳 自傳你只要不是空的 它的結果都會是true喔 再來就是最後一題了 我們要看這個程式嘛 然後選擇它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看它最後一行是type x加y 所以它問的是它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那x跟y都是自傳 所以如果它們兩個相加的話 最後的結果並不是50喔 是把它們黏在一起 所以變成2030 那資料型態也是一樣的 一樣會是一個自傳 所以答案是c 那剛剛這五題你有沒有都答對呢 如果沒有的話 一定要記得再把這個影片看一次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要告訴你的親朋友好友 一起來學大學生必學的30個python技巧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